在香港2003年的时候,曾经爆发一个SARS的病例 这个令到当时多过8000人的有确诊,而其中死了773人 这个病症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病症 今年又有一个相似的,叫做新SARS,在南韩爆发 其实这个病症俗称我们是MERS,简称的英文MERS 中文是中东呼吸导症后裙冠状病毒 这个首先是在2012年的春季,在沙烏地阿拉伯首先是发生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直至6月26日为止 这里有25个国家,总共有1369的病例,患者患上MERS的病毒 其中已经有442个死亡的例症了,但直至今天 韩国的死亡的病例是增加到34宗 所以比较上已经越来越严重,但有没有对策 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找到一个疫苗,也没有针对疗法 在SARS的时候后期是由特敏福可以控制到这个病例 但现时MERS还没有发现到任何有效的疗法 他说这个病例是和SARS属于同一家族 幸好这个MERS人传人的传染力比较有限 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像SARS般普遍 但症状和SARS很相似,很难分别出来 当你感染MERS病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感冒 但是你会觉得你的呼吸道系统又不舒服 你会造成有肺炎,还有你的神会有衰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 他说还有可能引致有辐射、肠胃度等不舒服 他们认为这个人的岁数是什么? 岁数多有这个病,平均来说是51岁 但年龄分布范围很广泛,可以小至2岁,高至94岁 这个病暂时因为还未找到疫苗和一个很确实的方法去治疗 所以在大家之间就要互相小心去应对 而且他说这个传染,经世卫研究 他认为这个人传人的感染力是比较有限的 而且要近距离接触才会感染到 因为在南韩发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情况是 因为是家人去照顾病患为主的 不止这些欧美国家是医疗人手充足,是有医护人员去照顾的 虽然他的人传人的机会不是那么高 但他感染后的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死亡率高大家都要认真小心对付 而且南韩这个疫情好像越来越严重 还有在专业人士方面也跟我提及 他说这个细菌是流传在门框上 三个星期都还存在,不容易被杀死 现时还未找到方法控制的时候 美国疾管局提供了五项给所有的大家去参考 预防感染 这五项其实是很简单我们日常要做的事情 第一样就是多洗手 是用肥皈洗手 而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吃饭前要洗手 我们现在不知吃饭前要洗手 尽量在某个任何地方需要的时候 有机会接触水的位置就可以多些洗手 而每次洗手最少擦肥皈要擦二十秒 不停地濕一下水就算了 是用肥皈认真地洗你的手指 你的手背、手指纳、手掌和指甲位置 然后用清水去冲洗它 如果你的环境不方便用肥皈、水 你就要带避酒精成分的消毒液 随时用来消毒一下自己的手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病 是会令人有呼吸系统的不息 所以你会咳或流鼻水 如果当你有咳嗽或打黑痴的时候 请你用纸巾掩住口鼻 用完之后把纸巾立即丟掉 不要以为没什么事 我待会再用 那就不好了 第三样因为都是手的问题 我们的手是最容易摸到很多地方 那你那些地方如果有细菌存在 那就会感染到在手上 你如果摸下你的眼耳口鼻 就很容易在这里 带了细菌进去 所以不要用未洗过的手 去接触你的眼、口鼻和鼻 第四样就是要小心你的食用上 大家不要在口水上传染到 那你食用最好用个别的餐具 公快、公羹 而大家之间是不要这么亲密 不要时时都有这个亲吻 暂时是比较保持少些亲密 因为这个潜伏期可能有三个星期 那你如果在这个期间 大家没有症状 而又亲密了 可能都会传染到 那第五样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 我们公共场所 我们会开门 我们会按电梯 那最好这些地方的清洁工人 多些去将这些用消毒的去消毒 如果你自己怕着都没有消毒好的 你用纸巾去包住门柄 或者用纸巾去按电梯的层数 那就更加安全了 不过大家不需要太过恐慌 但是如果你在外国旅行员 或者公干员 回到你自己本土的话 如果你发现你有发烧 有咳嗽流鼻水 这些好像感冒的症状 你就立即去附近医院 还要将你曾经去过的地方 详细地告诉别人 那他们就能够多些 你的资料就可以快速地和你治疗 应对的了 所以大家虽然现时有这个MERS 但是如果大家小心 是可以确保安全 尽量不要外游 没有的必要感 除非公干 如果现在暑假来 大家朋友要去旅行的话 都尽量选一些 不要有高危的地方 虽然卫生局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旅游限制 没有这个危机 和大家说 这里不值得去啊 这里是危险啊 但是自己小心点 都是好的嘛 是不是?